半夜強拆丁子湖,公安說我都沒辦法 深圳黃貝嶺中村,拆剩小堂一家 早幾天,他還抱著煤氣,揚言要同歸於盡 發展商就玩特集了 前天清晨四點多,趁他們一家午後睡覺時 拖他們出屋,再用刮泥機拆棄樓 報警時,公安警員說 小堂一家的財物,全部都在廢墟裏面 代表發展商身旺的律師說,已經賠了錢給樓主 但小堂就要60萬自行搬 眾死燦和拆遷隊簽了合同 沒用暴力 小堂一家的商與他們無關 我嘛,你不相信我 我會想說,隨便一下